有幾個捷徑區 那一萬孤城最後連續幾個彎道 都會影響整個勝負 但都不會像森林法強 或者是沙漠巡邦宮殿這種類型的地圖 這麼的困難 那其實也算是他們在最後一刻 選出了賽道啦 應該是有他們自己的想法 哇那 非常殘酷的一場對決 杜拜富人區跟布羅地命運研究所 包含一萬孤城也是今天的首次登場 到底誰有辦法把握下來 其實蠻意外的就是說 這些比較稍微選擇性 選擇的次數比較少的圖 其實在今天已經連續出現三場了 沒錯 包含滑雪場跟上一場的那一張是叫 我們的 我們那一張 黃三 然後加上這場的賽道選擇 其實很多隊伍看得出來 他們原本上個禮拜的五搶三 到這個禮拜的三搶二 都開始出一些起招了 沒錯 當這個賽道是冷門的情況 其實也相對 對手可能也不會跑 對 那我就變成說 像冰山賴場的狀況 但是似乎還蠻多的 對 那其實一萬孤城的話 其實也算是一張 蠻好調適的一張賽道 因為他 在昨天的比賽也有看過 他算是一張 不會像冰山滑雪場 那種突然殺出來 唉唷 我會突然嚇到 就我可能在下面滑雪的時候 忽然間旁邊一個人就衝出來 然後我就被撞到牆上去 對 那我們這裡的話 第一場比賽 這裡的話 我就怕背包對上 CG防Rush 決定勝負 到底最後一個可以晉級 K1聯賽品牌盃的隊伍是哪一支呢 紀錄保持人 是由SKY中洞留下的1分55秒94 對 哇這個 兩邊是撞在一起了 差了一支 讓我們低調樂樂有機會上到第一名的位置 很低調樂樂 經過不讓徐妹直接拿下了所謂的情況下 她的隊友茵茵小秀也來到了第二名 雜樂 蠟筆三四名 直接一個內線超車 拿著跟蠟筆兩個人雙管騎下 成功抓到前面的車 可是樂樂這個地方雖然失誤了 但是修正的速度非常的快 沒錯 那目前的話 也是直進我們前面的蠟筆 那中間名次來說 是我們的CG防Rush 是比較有一點點優勢的 而且SKY目前是落後比較遠的 看一下樂樂跟我們蠟筆之間的對決 這個地方局部 韋流韋流吸到了嗎 左彎之後這個左脫飄 直接拉過去雙甩 都拉得不錯的情況下 可是後面的隊員 歐巴跟樂樂要稍微調整一下 對殺的情況不是你們想看到的 沒錯 現在斷位區 目前還是2356的中間名次的位置 進到可以吸韋流的區域 又脫飄 有沒有機會 現在是一個局部的4打3D 斷在一起 直蓋落得有點遠 對 小林上來了 對 樂樂也在後面 那目前的話 欸這個彎道的話 沒事沒事沒事 這邊的話很快回來了 看到我們的123名前面都有3對 蠟筆1打3 FoundRush的成員 那蠟筆1個人在前面扛住3個人 他的隊員其實並沒有 哇這個失誤 很嚴重很致命 這看我們的走路有沒有機會可以1打2 左彎 哇 砸了 這個地方失誤了 順便影響到隊友 雖然說也影響到一個對手 但是並沒有影響前段名次 對小林要守住 因為後面第8是韋德 哇這個地方小林要沒有守住的話 第三名萬一丟掉了稍微有點危險 最後一個彎道 對手吸不到尾流的情況下 保住自己的首位二字六星的情況下 很可惜 沒有辦法獲得勝利 我們這裡恭喜CG fromRush的隊伍 在第一場比賽成功掀持得點 並且讓自己聽牌 讓底氣更加的充足 只要再拿一局就可以晉級K1聯賽 差一點點啊 最後差點就翻盤了 不過最後我還是要誇獎一下 樂樂最後那個直線 對 他最後直接往右靠 就不給你吸那個尾流 不給你吸那個尾流 那最後雖然是差一點點 不過要誇一下我們的R5就怕被人 他們後半段持續原本是一打三 然後上到第二名 然後過了小林 一度是有機會的 那最終還是樂樂的守住 這一個第一名的名次 很關鍵 非常非常關鍵 其實雙方選手在中段的時候 都有失誤 可是彼此之間互相操車 互相調整的情況下 看得出來樂樂選手本身 失誤的修復速度真的是快到 我必須老實說 真的是將近一流水座 我個人覺得算是非常的意外 尤其是第一圈在中段時 他其實有一波差一點 被對手定到左邊的搶上 對 可是他算快速調整車頭 馬上又回到了第二名 然後在第二圈中半段的時候 有一波他也是被對手往右撞 但是他也是快速調整車頭 直接回來再度搶回自己第一名的位置 沒錯 這個部分的表現 我必須老實說 真的是十分的精彩 沒錯 在剛剛那一回的表現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亮眼 那當然也是歸光他們在整個團隊上的一個默契 因為他們到第二圈的後半段 第一集團還是大多數是他們那一隊的一個成員 也讓樂樂可以比較安心 他今天是做一些領跑 不再讓他是一個孤軍奮戰 一個人在前面 對 那比較大的警訊就是 小林這個地方 其實剛剛第三名是稍微可惜一點 被沒有守住 所以下一場比賽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接下來來到第二章賽道 我們這裡的話 假如再拿一場就要被對方直接宣告 勝利杜敗富人區 啊 我就怕被罵 再出一場可能真的就要被罵了 要小心一點 CG FUN RUSH 1比0 再一場直接晉級K1聯賽 對 起步出去是我們樂樂嗎 沒有兩個卡在一起之後換掉 補上去是我們的小林跟SKY 這裡的話 小林韋德一二名 但是距離並沒有拉遠 這裡蠟比也衝了上來拿下的第二名的位置 要去挑戰小林的第一名 沒錯 那這邊的話 蠟比上到第一名 那目前中間名次依舊是我們的CG 這邊是因為卡位少 導致那個段位是出不來 不過沒關係 補氣的部分是還安全的 目前前面的名次又是個局部的四打 三 砸得不知道為什麼掉到 第八名稍微有點遠的地方去 但是 不影響比賽 目前還暫時不影響比賽的勝負 蠟比 歐巴跟小林選手三個人 擠得 貼得非常的緊 第一圈即將結束 這個地方要接近一點 要小心一點 很有可能發生車禍 對 那目前一樣 兩邊的選手都非常非常的接近 那畢竟是我們的杜拜 可是目前我們的第八名 好像是比較遠的一點點 那就看到沒有 前面小林跟我們SKY 蠟比的對決了 這個地方小林要好好表現一下 這個 又玩太貼了 這個算奶嗎 這不算奶沒有關係 我們SKY 第一名 韋德補上去了 韋德在第二 三X 第三 樂樂則是從第七名上到了 第四 第五名左右 蠟比也補了上來 八位選手有距離拉近的情況下 最後一圈的勝負 目前真的還不好說 對 沒錯 而且目前吸到韋流 來到西彎 這個西彎看誰可以更貼的 超貼 喔 韋德這個想拼了 過去了 高風險高報仇的路線 SKY 抱了一個韋流 234你的位置 第四跟Dew也很接近 234也很接近 韋流有沒有機會 可是2348名 目前在 韋流爆開 卡了一下 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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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線 直線 卡不住了這個地方 第一名 被3X超過去以後 就離我們的SKY 也上到了第二名 韋德卡不住的情況下 稍微有一點點可惜 這個地方雖然想嘗試去做主擋 但是還是擋不住 我們恭喜 阿我就怕被罵成功守住了 第二場比賽 將戰局拖下了 第三場的生死決鬥局 天阿 比賽一定要這麼緊張嗎 哇 我的汗又出來了 真的 汗又出來了 而且你要記住喔 這場比賽的對決 非常的殘忍 因為剛剛是2比0 所以我們可能沒有那麼多的感受 可是這場比賽是1比1 最後一場是真正意義上的 誰 Win or Go Home Win or Go Home 哇 真的 而且是那種尾流圖 你真的不到最後一顆 都不知道哪一隊會獲勝 那最後我覺得這場韋德也盡力了 他一直扛在第一名 那最後是被一個夾攻之後 是被我們的SKY給吸出去 之後然後那個3X 直接補了一個人心 到補到第一名的位置 但另外一點比較關鍵性的是 第二圈他們的 進到第二圈的第2個彎 那個彎他們是發生了一個 比較大的失誤 對 然後名次直接浪給了我們敵人戰隊 其實有時候路線選擇蠻重要 尤其是在我們這張地圖的 富人區的上面 其實很多路線 其實有的時候 你選擇最佳化 反而 因為大家都很近的情況下 有的時候發生車禍 你有沒有辦法去 選擇路線去避開車禍區 是 有好幾度車禍 其實是有帶到後面的人 但是選手之間有幾位是 很漂亮的避開了車禍區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一開始前面的名次 我們最後結果看到 雖然說前面的名次是這幾位 可是其實一開始 他們都在中後半段 他們並不是一開始就在前面 對 這到後面才分出勝負的情況下 其實路線的選擇 跟選手之間 臨場反應的發揮 我覺得是十分的重要 沒錯 有沒有辦法延遲到第三章賽道 讓自己取得勝利 真的是 我必須說 生死決鬥局 有沒有辦法繃緊 那最後的一根線 為自己的隊伍取得勝利 晉級Ogo Home 救死一局 救死決勝負 最後一場比賽 真的是至關重要 對 進到我們的中華主題的拉薩 兩邊的隊伍的選手 應該得是非常非常的緊張 上一次讓我們看到冒汗的 最後一張好像也是拉薩 這一次我看到又冒汗 又是拉薩 難不成 只要等一下我們看到 最後一張選拉薩的 看起來那場比賽就要打好打滿 對啊 打好打滿 打到最後一張 然後選個拉薩 然後進到最後一個彎道 才決勝負 最後直線 可能 因為你上一次對拉薩 我不知道有沒有觀眾朋友記得 我剛剛那時候有提過 上一次進拉薩時期 其實最後一到六名的差距 都在一秒之內 那這裡的話最後一張拉薩 我們最後是布羅蒂 不是拉薩 布羅蒂 對 不好意思 這裡要修正一下 我們最後一張是布羅蒂 那這裡有另一個要特別提到的 一個點 就是說 雜樂選手這裡是有做換人喔 啊 我就怕被罵的 雜樂選手是換成了小直通選手 哇 那其實這一段也算是一張 比較偏微流的賽道啊 所以其實也是到最後一刻都不好說 那這裡的話 滴到樂樂上到了 所謂SKY 蠟比 二三名 韋德小林 四五名 喔 直接拉到了二三名的情況下 SKY 選手要接受兩個人的威脅 有沒有辦法扛住呢 但是小直通 繼承了雜樂的位置以後 跟雜樂一樣掉在了第八名的位置 而且稍微落後的有點遠喔 對 那目前中間名次的位置 還是由我們CGFUN RUSH 是保持的比較好的一個名次 這裡的話 其實SKY 領先的距離還算不錯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隊員暫時沒有辦法給他一些助攻 只剩下英小林跟歐霸選手 兩位在二三名要給他一些壓迫 3X選手也補了 上來要配合著蠟比選手 來對抗我們CGFUN RUSH的成員 對 那SKY這邊是領先的 非常非常的遠啊 那後半段 再看藍隊能不能先穩住中間的陣型 然後再一一突破 畢竟其實穩住中間陣型非常困難 因為3X已經上來了 SKY選手的第一名依舊是穩定的 目前為止已經領先了差不多半場以上 領先完一圈以後 第二圈有沒有辦法繼續穩定下去 但是我們的歐霸跟低調樂樂 其實已經漸漸逼近了他的車位 3X選手暫時 這給不到幫助的蠟比要稍微小心一點 不要影響到自己隊友的行進路線 SKY這場跑蠻快的 那後半段的一個部分 我們的樂樂跟歐霸目前保持住中間名刺的位置 哇 那這個距離是處於一個 欸 這邊歐霸有點外飄了 路線選擇不太好的情況下 稍微調整一下車頭彈野連帶的調導能力 3名來了 欸 這邊失誤了 這樣的話中間名刺中間名刺 蠟比穩住了 第二名也讓給蠟比的情況下 對CG防Rush而言不是什麼好消息啊 哇 這個這一場其實已經到最後一個時刻了 第二三名都直接奉送出去的情況下 他可能要提前宣告這場比賽的勝負SKY 先通過了終點線蠟比3X緊隨其後 我們這裡恭喜R我就怕被罵 讓一追二成功地逆轉了這場對局 晉級了我們後面的K1聯賽 對 而且這場SKY跑得不錯喔 可能有個06喔 因為剛剛的紀錄是07 05.92 破紀錄 放煙火放鞭炮 而且他是從頭頂到的 對 因為他真的很快 我看他從第一圈就已經不見了 有扛住壓力啊 真的有扛住壓力 而且是關鍵局 有的時候這種大心臟選手 先不管他是慢熱還是快攻的選手 心臟夠大顆 最後一局在如此巨大壓力的情況下 還有辦法從第一圈前半端一路領先到最後比賽結束 真的是非常非常優秀的表現 對 他的領跑也讓給我們的CG戰隊有一點點壓力 因為發現你怎麼第一名越來越遠 而導致他們要用更貼的路線 那你用更貼的路線 就會導致你的失誤率就變高 然後這個很明顯第二圈 他們的失誤就出現了 而且他們其實原本在第一圈後段到第二圈前段時 其實中間名次是我掌握出 但是很可惜 後續的失誤連帶到隊友的情況下 其實把這場比賽有點算是奉送掉了 我相信他們自己心中其實也是滿偶的 但沒辦法 這就是比賽的現實也 所以要恭喜我就怕被罵晉級